这位父亲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竟然是导致儿子重伤的凶手 痛苦的男人名叫玛丽夫 今年33岁 是河北省唐山石玉田县的农民 他有一个活不好懂的儿子燕燕 九岁的他是家人眼中的伴的大型收割机 原本是家中的好帮手 却不想成为家人的噩梦 燕燕的医生就此被改写 2020年10月16日晚上七点 玛丽夫和大九哥开着拖拉机还在田间捞作 因为天色渐暗 玛丽夫就拿着手电站在车头前指挥 收割机在到达边界后 需要向后倒车 此时他们根本不知道燕燕就跟在收割机后方 在看到收割机往后倒车的那一刹那 燕燕吓坏了鸡猛往后跑去 然而因为有玛丽夫的指引 大九哥速度放得较快 再加上田间低头不平坦 小燕燕根本跑不过收割机 直接被卷入车底 只听见一声残叫 玛丽夫和大九哥就知道糟了 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受伤的居然是自己儿子 我真的没想到是我儿子 我都没想到是我儿子 等玛丽夫跑上前一看才发现是自己儿子 更让人意外的是燕燕母亲竟然目睹了全场 燕燕母亲本来是给丈夫送饭的 当时离儿子只有一百米不到 他亲眼看到儿子跟在收割机后面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笼头会那么短 还没等他做出反应 收割机就开始倒车了 最残忍的莫过于父母都在场 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子被卷入收割机 此时的燕燕父母根本来不及后悔自责 紧忙抱起浑身失血的儿子 伴得收割机将九岁南海洋 肇事者居然是亲生父亲 母亲更是目睹全场 当医生看到燕燕的伤势时 后背直冒冷汗 再加上始发地在农村 破碎的伤口里全是泥土棒子 限制于唐山当地医院医疗水平 玛利夫连夜将儿子送往北京儿童医院 烧伤整形科的李丹 第一时间赶到急诊科进行会诊 面对已经锈刻了燕燕 医生首先要做的就是 尽全力保住燕燕心理 经过检查医生发现燕燕的颅骨 出现了凹陷性骨折 突入的颅骨还刺破了硬脑膜 发生脑脊也渗漏 要是再往右一两毫米刺破时装痘 燕燕的命就保不住了 然而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燕燕 并没有得到幸运女神眷顾 燕燕身体的创伤免计占到人体的30% 从背部一直到小腿根部 所有皮肤肌肉都有不同程度的碎裂 里面还有夹杂大量脏东西 除了一步干净会发生严重的感染 时刻危险着燕燕的生命 当天上午10点医院开始对燕燕进行紧急的清疮止血手术 打开一看有点触目惊心 确实是 包括把麻醉湿这样 这两个都给吓一天 就这么烂的伤口 确实很少见 因为收割剂是纵性排列的锯齿 所以燕燕身上的伤也是一节一节的片状损伤 皮肤像泥头 用了差不多20生生的盐水 但燕燕依旧发生失血性休克 医生根本没有时间去仔细清理浅筋肉里的义务 此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止血 在经过两个小时的清疮治血后 医生还为燕燕做了颅骨凹陷性骨折的整腹手术 随后将她送往中诚监护室 继续强救不过急性期 此时门外的燕燕父母心如刀角 床面太大 失血太多 脑功能也有可能受损 就算活下来 皮肤也跟不上孩子生长的速度 所以一直要做手术 一直做到18岁左右 手术费用高达150万至200万元左右 这个数字对于马利福的这个农村家庭来说 绝对是天文数字 他们又该如何抉择 我真的没想到是我儿子 我都没想到是我儿子 父亲只会收割几道车 却不想将儿子卷入彻底 母亲则目睹全国成 今天是燕燕的第三次清窗 为了节约时间 主任直接喊来十多名医生 七名医生分为三组分别对燕燕的后背 臀部和小腿进行清理 胎下还有肉干明医护随时提供帮助 臀部肌肉全部绞碎 小腿都能看见骨头 一想到儿子的未来 父亲就自责不已 面对接近200万的医药费 燕燕爸爸种一辈子地也瞅不起 然而玛丽夫连叫了二十多声 还是没能让燕燕睁开一眼 多天以来自责担忧让玛丽夫日渐销售 降壮物体就是人工真皮 是由医用高分子材料制作而成 人工真皮成活后 医生在从燕燕玩好的区域去一层包皮 贴在人工真皮上 在包皮成活后 脂皮才算手术成功 因为创伤面积太大 医生用了19块人工真皮 光这块费用就在二三十万左右 要没有这个经济的问题 那你肯定哪都弄上更好 八天后人工真皮存活的效果不错 医生立马对燕燕进行第二次手术 先用仪器产下一层薄薄的皮肤 然后按照一比三的比例拓展 最后移植到直皮区域 因为伤口一直从背部延伸到小腿 这次直皮手术过后 还有数不清的手术 燕燕虽然成功醒来 但是变得沉默寡言 面对父母的关心温暖也不愿开口 直冷冷愁着父母 唯一说的话就是我想回家 父母的疏忽间接摧毁了 这个幸福的小家庭 作为司机的大就更是自责不已 每天都在询问燕燕情况 好在经历多次手术后 燕燕基本恢复 二亿年最新的消息成燕燕 终于能下笔走路 虽然还有些困难 但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时审行 是什么 感谢观看